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次影片將會介紹一間 特色界出名學府 城南大學 這間學校出了很多畢業生 他們十個有八個都是超級英雄 例如超人街野的高山噩夢 其實就是蒙面青人一號本香猛的師弟 而其中一名教職員 後來就在柯南裡面證實死亡 由特色片開始去到動畫 都很喜歡用上這間大學的名字 而城南大學其實在現實都存在 就在東京的竹立區 有一間私立大學就叫做城南大學 而大阪也有大阪城南女子短期大學 不過特色和現實就並沒有直接關係 好了 今次就由馬高斯去擔任主持 城南大學救生會現在開始 本香猛 首先介紹的就是大師兄本香猛 登場作品就是蒙面超人 他就是1971年的生物化學理學士 而本香猛 IQ有600 運動能力又超高 於是就被邪惡組織收卡 看中了要抓去改造 結果身體被改造成為機械 當去到最後準備洗腦的時候 本香猛又成功逃離基地 從此又踏上了保護人類 對付惡人的路 所以好可惜本香猛是沒有畢業的 而在第一集的時候 就並不是城南大學 而是跟漫畫版 是城北大學 後來去到第二集 就改回成城南大學 而最初第一 至到第13集登場的女主角 陸川流離子 和野原博美 都是城南大學到修讀文學 順帶一提 The First的本香猛 同樣都是繼承了人物設定 是城南大學的學生 封建智囊 封建智囊就是蒙面超人 Rithri的變身者 同樣都是城南大學的 生物化學理學士 本香猛就是他的學長 封建又一個慘痛的過去 他的家人 就被邪惡組織 毒蝶幫殺害 起初封建還拜託學長 去幫他改造 不過就被本香猛拒絕了 然後蒙面超人1號和2號 潛入毒蝶幫的基地 封建又尾隨跟過去 當兩個蒙面超人 不小心中了陷阱的時候 封建又出手營救 過程入面就被怪人打到身受重傷 於是為了救他條命 1號和2號就幫封建做改造手術 變身成為蒙面超人V3 所以做了蒙面超人 就難顧及學業 封建智囊 都是中途退學了 城某 城某就是蒙面超人強人的變身者 1975年就讀城南大學 讀哪一科就不清楚了 只是知道 他是大學的美式足球隊的成員 因為他的好朋友 沼田五郎 被邪惡組織黑殺蛋捉走 還要改造失敗死了 於是就為了幫好朋友報仇 而中途退學 就走了去惡魔山報名 接受黑殺蛋的改造手術 而他好聰明地開發出一個 自我催眠裝置 就是在接受改造之後 還成功避過洗腦 就成功獲得了超強的力量 還遇上了電波人夾蟲女 梅加爾大將軍 梅加爾大將軍 就是Super One的敵人角色 他的本名就叫做奧澤精人 是城南大學的畢業生 他有一位叫慈善妙子的未婚妻 也是劃聲開發改造人的實驗者第一人 如果改造手術成功的話 他很可能就會成為Super One 原本就有大好的未來等著他 不過由於當時的技術未完善 結果手術失敗就變成了醜陋的怪人 然後研究所的人為了隱瞞失敗 就並沒有將他變成怪人的事 公諸於世 連未婚妻都不知他去了哪裡 心灰意冷的奧澤 就加入了多麻帝國 成為了梅加爾大將軍 後來主角衝一也 接受手術 成功改造成為蒙面超人Super One 奧澤精人就被Super One打敗了 風濟增 風濟增就是蒙面超人真的變身者 他就是城南大學體育學系的畢業生 所以運動超強 而且IQ也有250 雖然只有本鄉猛的一半都沒有 但其實正常人 一般的IQ只有90-109 110以上就已經是高智商 據說 愛因斯坦的智商就是160-190來 所以本鄉猛的人切都幾超現實 By the way 說回風濟增 因為他的父親 風濟大門就是生化研究的主要負責人 主要研究 遺傳因子如何去治療人類的病患 所以阿仔就自願成為研究的實驗對象 而研究所有一個叫鬼寵的博士 就秘密研究 遺傳因子的改造士兵 還將草蠻的基因 混入了風濟增身上 結果阿珍就成為了Level3的第一號實驗體 本身就好地地 但後來他的愛人就幫他擋子彈死了 憤怒100%的阿珍就變身成為蒙面超人真 展開了他的復仇之路 時間去到2000年 五代紅階就是蒙面超人Kuga的變身者 他就北海道出生 神奈川縣長大 就是城南大學畢業 至於讀哪科就不知道 畢業之後 就成為了周遊列國的冒險家 當回到日本之後 有一天 古朗基復活 就導致遺跡的調查人員神被失蹤 於是他就去了九朗岳遺跡 過程入面 就巧合地目睹變身在Akuru 然後未確認生命體 襲擊警局 五代就把Akuru放在腰間 那Akuru就吸收了入五代的身體入面 後來面對著怪人的攻擊 就變身成為蒙面超人Kuga 而五代 會跟初次見面的人都會遞卡片 卡片上面 原本是寫著擁有1999種能力的男人 第一種技能就是他的招牌笑容 後來變身成為Kuga之後 就成為了他第二千種技能 接著科學警察研究所的研究員 嘉田光是成蘭大學理工科的畢業生 劇入面 他成功開發出多種對抗未確認生命體的武器 例如特殊氣體彈 追蹤彈 以及威力足以殺死未確認生命體的神經斷裂彈 然後同樣都是考古學研究室的成員 五代洪家的大學時代朋友 澤道英子和羅馬尼亞人 那名字太長了 我不讀了 都是當時二千年就讀成蘭大學的學生 一個就是碩士課程的研究生 另一個就是留學研究生 碩成申子 碩成申子 即是碩成托也的妹妹 不知是讀什麼科 只知1978年的在校生 而他哥哥其實就是東影蜘蛛俠 是一位職業的電單車手 兼世界格鬥技冠軍 不過就不是讀成蘭大學的 為了向鐵十字團 報殺父之仇 於是又將蜘蛛的提取液注入身體 意外地獲得變身成為蜘蛛俠的能力 能力上就跟Maffle的蜘蛛俠差不多 能夠在天花板上爬行 又有蜘蛛感應 不過不同的在於 有像戰隊般的巨大機械人 而弱點就是跟超人一樣是怕冷 高山噩夢 講了這麼久終於有超人的代表了 超人加夜的變身者高山噩夢 在年幼的時候 就已經是一位天才的兒童 年僅17歲 就獲得量子力學博士的學位 是成蘭大學量子物理研究室就讀的大學生 亦是天才集團 練金之聲的成員之一 第一集在大學入面 進行量子加速實驗 意外地進入神秘空間 就跟佳亞來了一次初接觸 另外 我們一班死黨 全部都是讀成蘭大學 由於超人界別方面就太零碎了 所以我這裡就一次個講 首先是七星俠入面第42集 怪獸Gairos在大海出現 襲擊成蘭大學海底探檢部的船隻 黑鹽苑 然後超人Jack的第三集 在冒吹山的山頂 被怪獸沙多娜襲擊身亡的大學生 都是成蘭大學的學生 然後是超人尼奧第41集 尼奧在成蘭大學 與原盤生物 Buraku Dormu戰鬥 然後是超人高師 土井猿隊員的後輩吉井游鄉里 就是不時都會登場的 考古學研究室的研究人員 他也是就讀成蘭大學的學生 在劇中 他是多次被捲入怪獸的事件 後來就跟土井猿隊員關係越來越好 最後肥仔就抱得美人歸 還結婚 木五郎 木五郎就登場在2016年新哥斯拉入面 就是前成蘭大學統合生物學部的 分子細巴生物教授 他就是整個故事入面的關鍵人物 就是他最初發現到 有吸食放射性廢料的不明海底生物 亦都預告出 吳以羅哥治娜將會降臨人間 不過戲入面真人又並沒有出場 電影初段 在海中心一個遊艇上 發現到屬於木五郎的物品 最後亦都因為獲得木五郎的調查資料 才能夠成功制定對付哥斯拉的方法 順帶一提 新哥斯拉入面 不明生物調查人員裏 就有一位叫做 鑑幫夫的生物學學家 他就是城北大學生物圈科學研究科的準教授 城北大學 其實本鄉晚在漫畫裏面 就是讀城北大學 不過特設版去到第二集就改了 然後七星俠的第29集裏面 登場的一工 都是修讀物理學學科 構思故事的時候 就是用城北大學的 不過實際拍攝的時候 就改了用城南大學 至於城北大學 都有不少特攝角色畢業生 例如蒙面超人X 神景界的老豆 神啟太郎 就是城北大學的教授 Skylider的男主角 觸波揚 還有阿極陀 Guric的變身者 委員良也是讀城北的 最後還有新超人的龍鳴狗 都是城北大學的理科 專門研究菲勒子物理學 在加入了禍特隊之後 就負責分析禍威秀的弱點 其實以上介紹的都只是一部份 其他的還有 蒙面超人X入面的Chicco和Margo 都是讀城南大學 響鬼的明日夢 就是讀城南大學的附屬高中 在帝騎歌入面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